嗨 各位 我們的議程等一下即將開始囉 數媒派已經出現10多年 其應用的場景不論是在application server或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數媒派的重機 本次的議程將有so sorry分享respy加python製作阿里山小火車的影音導覽系統 那我們來歡迎講者so sorry 大家好 我是台灣數媒派的so sorry 很高興又來到python 感覺好多年沒有回到中研院了 今天看到屍體的場合覺得很開心 我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題是用respy加python製作阿里山小火車的影音導覽系統 這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真實案例 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我們是respy的官方經銷商 我們主要專注在respy的應用跟推廣 辦一些社群活動 還有一些工作坊等等 我們大概每個月會有辦一次的社群聚會 那我們用 我們主要是做數媒派 那respy可能有些新同學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從2012年 一個英國的數媒派基金會 一個英國的 基金會他設計出來一個 的電腦 這個電腦現在已經被 很多 公司學校 廣泛採用 上面也可以 就是跑python的程式 所以說我們就 用respy這樣的硬體 這樣的電腦 做了一些專案 我們之前從在PiCon上面 那也做過蠻多的分享 比如說有做過車的分享 做過報道系統的分享 還有做一些熱像椅子在台南的分享 2021年我們用respy做一個氣象站 微型氣象站 這樣子 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我們做了一些這些 用數媒派 都用數媒派做一些方案 這樣子 那所以說就會有一些 事情來找我們 所以比如說在2021年的時候 就有個朋友們就來找我 這樣 他說零鐵處 零鐵處就是那個農業部 現在改為農業部的零鐵處 那這零鐵處 主要就是做在 那個阿里山這一段 的 算是農 阿里山的 這一段的火車 那算是零鐵處在管 他說他沒有個案子 那想要把那個原來阿里山的 這個列車 上面他那個列車是做 這個載這個木頭 這樣的車 那他想要重新 變成一個觀光列車 那想要 那觀光列車 重新翻修之外 他想要做一些 外觀翻新之外 他想要功能也做一些 增加 他想做一些影音導演系統 那這個我朋友說 那我們一起去把這案子標下來吧 我說好啊 我們就覺得不錯 那他就說來解釋一下 這案子 這個目前這個火車可能有三款 一款叫 第一款叫 福生號 對 福生號比較早做 他就是 現在福生號就是 全部會重新打造 上面做一些 台灣的檜木 去做那個 整個車廂 車的這個 車頂 還有他那個裡面的 地板 還有椅子 什麼 全新打造 用檜木做的 那我們不是要接這個案子 因為這邊有三個案子 我們只能接其中一標 那這個標字叫 許越號 第二台 他說這個 許越號是舊車改裝 他是從 嘉義 嘉義市的嘉義站 一直到十字站 九個站 十個站 他是原來已經在跑的車 他想要 把他的 車子也是重新翻修 翻修完之後 也是要加功能 他說 他這個總共只有一個車頭 再加 五節車廂 他說那我們這個 要做的就是 要先做 影音導覽系統 第一個他會說 要接大螢幕 120吋 他這樣想像 然後再來是他要這個 上面要這個跑8K影片 因為螢幕很大 所以他影片要很厲害 再來是他上面還有這個 因為他這個朋友是做 做音響的 做擴大機 他說我們要有三十二 升到的擴大機 這樣 他說 好 那我們就 去做吧 那所以說 根據這樣的說明 我們大概就接到一些指示 第一個是我們這個影音系統 大概是這樣 他其實是個爆戰系統 就是說他第一個就是 他要多台車廂都要能同時播放影片 多屆車廂同時播放影片 再次 因為他還有做一個 這個 爆戰 所以他需要有一些定位 就時間到了什麼地方 叫播出影片 再來是因為在愛里山 其實也蠻遠的 我們坐到嘉義就要三個小時 再上山又要兩三個小時 所以說最好的東西 遠端更新 城市能更新 所以有些方案 提供 這樣 那所以很快的 我們就合作 他就做一個簡單的UI 就說你照這個做就可以了 對不對 爆戰系統就很簡單 你就要有定位 所謂定位就是你開到哪裡 他就播一個影片 開到第一站就播第一個影片 開到第二個站播一個第二個影片 然後在這上面一些資訊就更新 就抓了什麼氣象局 抓什麼阿里山 什麼溫度 濕度 什麼東西的 那就可以了 大概概念是這樣子 聽起來好像蠻不錯 所以我們就去做這樣 那後來我們就跟 因為我們之前做過一個GPS案子 就知道說GPS 其實它是 有很多 其實它是一個統稱 但是一般我們常用GPS 其實會有一些 精度不是很準 一般常用大概會有一些限制 最主要就是它的精度 我們常用的大概五公尺以內的 都會有一些誤差 如果說一開始如果他們想要一個很準確的 爆戰系統 可能需要毫米計 毫米計的話就有一些技術 有個技術叫RTK RTK概念大概這樣 它其實就是不只是收GPS 它大概就要有一個基站 一個側站 所謂基站就是上面 它也收比如說美國GPS 或是歐盟的 Galio的 或是中國北斗 等等的俄羅斯 它收各種 衛星資料之後 這個基站是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它不會動 那我們人會移動 這個叫流動站 它除了收上面這個基站的 衛星資訊之外 它還要去 跟基站的資料做更新 這個叫RTK 就是要做這個校正 所以說這個流動站就是我們會移動的 那會移動它根據上面的資訊 然後跟這個基站去做 對比之後 它會知道說真實的位置在哪 因為這個你從這個基站上 從這個上面的 衛星收下來的資訊 那會有很多 剛才講的一些誤差 所以它透過這個校正之後 它就可以得到很精確的數據 這是我們 想要採用的技術 那這是 定位的部分 那我們就想說太陽 我們就開始收資料 我們就去嘉義 從嘉義的火車站一直做到奔起無戰 那就開始收資料 我們一開始就是 一開始還沒有做基站 因為基站要固定場域 固定的地方要設定這樣子 我們就用 還是比較高檔的GPS去收 就發現收之後 這是從那個 這是什麼 張腦寮站 一直收到這個奔起無戰 因為目前到那個 那個 目前做到奔起無戰 那你發現中間有些點 它上面這個每一個點大概是12秒 我們大概收一個點 就發現中間有個地方好像 收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隧道 有人都是隧道 就發現其實 會收不到 那就很糟糕怎麼辦 因為其實在山上跟你在空曠地區都不一樣 山上繞一條繞一條去 所以說你的基站射了之後 可能其實沒那麼順利 這是我們的挑戰之一 再來挑戰之一 我們要想說 再來是要播放隧音 假設 這個GPS 雖然你沒辦法做得很準 但是我們還是有5公尺的精度 這應該可以做得到 下一個問題就是要做隧音的播放 隧音播放大概在 樹莓派上大概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 標準傳統的 OvenX Player OvenX Player這個是一個 基於樹莓派上面 他設計的 是開發的一個 指令領的一個 播放器 他是指令領 這樣子 那好處怎麼 他可以用GPU 用硬體的解碼 那可以支援 可以解碼 H.264 所以非常快這樣子 不會耗CPU的支援 但是因為後來 因為他不支援64bit的 所以他其實在2019年之後 就慢慢就退出 就不再更新 不再維護 那後來這個樹莓派就開始轉發 把這個眼光投向 VLC VLC是現在滿主流的一個播放器 他是多跨平台 Windows Linux Max 上面都可以 這個播放器 然後在Pi上面也是可以用 可以做GPU解碼 但是我們目前 目前還是選擇用OvenX Player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考慮要同步影音播放 我們希望能夠順暢 同步影音播放 大概有兩種概念 第一就是 他要在相同的影片 要在相同影片 在不同螢幕上播放 這是一種方案 另外就是 相同影片 可是我切分 切分成不同的畫面 去播放 這叫融結 那我一開始不太知道 到底是要做切分 還叫融結 對 要做同步 還是要做融結 我沒有很確認 那時候兩個都有做Demo 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選擇的一個播放的方式 再來就是 再講到更新的方案 更新的方案 我們採用無方圖的Snap的方案 為什麼 因為 Kinninco Kinninco 是無方圖的一個發行商 他為了遷入式的系統 他們有設計一個 叫Snap的一個更新的方案 它的好處是什麼 你在一個環境上 View好之後 你只要發佈到它的SnapStore之後 你在各個所有的硬體上面 你的IoT的終端裝置 上面都可以做更新安裝等等 他當然有為所有很多設計 他要考慮很多事情 比如要透過容器的方式 砂核的方式 做一些權限 做一些封裝的方式 這樣的話讓你很多一些 比如說你要升級 要改版的時候 他把東西全部都包在一起 用Share Library 他不是用Share Library的方式 他是用Static Link的方式 他把東西包在同一個container裡面 所以你自己底層的更新 也不會影響到上層 這樣子 那就可以抓到一些版本控管 後面有一個Dashboard 一個儀標板 你可以後面抓到版本控管的方式 這樣子 所以也可以回復 你如果說有問題 就是你做發現有問題之後 你還可以回復到某個版本 對他來說 在我們做IoT的 設備來說是很方便 因為如果說你 某些程式你開不起來之後 他可以 設計說 下一個版本開不起來之後 你自動回復到前一個版本 是開起來這樣 對我們來說是很方便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這個方案這樣 這個是個專案 跟Python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全部用Python寫的 所以大概講一下這個整個 架構是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我們上面就會有兩個火車頭 第一個就是火車頭 再來是火車尾 火車頭上面就是用一台樹苗派 火車有四個後面有五個車廂 所以我們分別有五個車廂去做 其中有上面有一個 一個很厲害的 這個ZEDF9P這個型號的一個 UBOX的GPS 他就可以有收到RTK的 這個訊號這樣 然後再來是上面跑的 就是很基本的 我們有一個很醜陋的TK INTER 不是很醜陋的 功能不太陽春的TK INTER 然後去做本地端的一個 這個 一個UI的展現 那後端也是這樣 那中間怎麼樣 中間的方式就是 概念大概這樣 就車子大概開始走 那所以說我這個車子 就可以移動之後 他到了某個站台之後 他GPS收到之後 他就會把這個 把這個 發一個訊息 到這個TOKO MQT的方式 發到後面 四五個車站 這樣四五個車結 那四五個車站 後面的車廂 他本身就有這個 相關的資料 Video什麼的 全部都要在他這個 本地端 你可能資料是從 搜尋內儲存的 所以他就同時播放這樣 大概概念是這樣子 這個概念是 不難的 那實作上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 一開始做的醜醜的 那現在還是醜醜 那就會有一個你會 主控台會有開機之後 他就開始移動 他就知道 我現在是往 這個往 從嘉義一直往到這個 奮起乎的方向 還是從奮起乎回 這個 這個 嘉義的方向 那他就很 他只要知道 只要會操作 這個就好 開機之後 他自動執行 那我們有做個判斷方向 所以對他來說 也不用去考慮到 到底你現在是 到哪裡 也不用 沒有什麼案件可以選 這樣 那所以說我們就 做出來 大概最後就這樣 我們會有一個 一個螢幕 一個主控台大概長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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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這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 類似這樣的畫面 那當這畫面開起來之後 然後假如我們現在選了之後 那理論上 他開始移動 你就看到他 車載做之後 他應該就會開始 開始播放 播放不同的 影片 比如說我現在嘉義站到北門站 那北門站如果下一個站 下一個站是 鹿馬菜 然後在下一個站 就是足齊站 那我們就會每一個 每一個地方 他就會去播放不同的影片 那上面的一些資訊 我們反正從資料庫裡面 就撈出來之後 就在線上去做更新 大概概念上是這樣子 就是 實作上是這樣子 那除了這張 我們還有做一個東西 就剛剛講 什麼叫data的融合 data的融合大概長這個樣子 比如說 我們 就我們 這幾句話 我們大概長這個樣子 做起來大概長這個樣子 看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幾個畫面 把這幾個螢幕 也可以合在一起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呢 比如說 像這樣 畫面嗎 農友 什麼 Femo 不成功 沒關係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那反正 最後我們其實有還是做一些實力探查 我們就最後 我們這件事情 除了這個做這些事情之外 我們有去實力探查 所以現在 這個 許越浩是長這個樣子 就當時 當我們去看的時候 還是一個很殘破狀況 然後呢 裡面去看 全部的東西都是 整個拆掉 整個拆掉這樣子 整個拆掉 然後 空的 所以之後會把這些東西給布上去 對 布上去 那而且我們 也看到新聞 說 我們剛剛講的三款車 第一款是 福生浩 對已經在七月的時候 暑假已經發車 然後呢 那下一款是許越浩 什麼時候會發車呢 目前我們 目前最新的訊息是這樣子 他會在 10月的時候 才要試車 試車之後他會拉到阿里山那個鐵路 開始跑 那我們會把這個系統 放上去這樣 然後 原來講120寸螢幕 最後變成 22寸螢幕 這樣小小的 有人本來想說一個很大的 比這個還大 現在就只有這麼小 然後那個原來是什麼 8K影片 現在沒有 現在因為螢幕這麼大嘛 所以說最後會變 FHD 然後原來什麼32聲道 沒有現在變4聲道 然後最厲害是 剛剛講這些東西 其實這規格我們都還沒有很確定 就是這東西都還在 還會再改 即在 發車前的最後一天 可能這規格都還 可能會 會確認 我覺得最可怕的事 所以我們大概 目前也只能做demo 因為我們如果做的 就是比較會動的話 怕到時候 規格又不一樣 所以就 就大概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以為會動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為什麼 這樣我本來應該會有一些 即時的播放 因為我背對著 所以我沒看到 所以我等一下調整一下 好 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 感謝大家 那目前 就是有三 slide上面有三個問題 那我就直接用口述的方式 問So sorry OK 請說 在實際導入 阿里山小火車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實際導入 現在問題就是 現在還沒有實際導入 現在還在demo狀態 就因為我們本來 我們今年在投稿的時候 本來 聽說 會在暑假而且 會 實際跑 我們想說 那時候本來希望說 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拍我們會動的樣子 原來是這樣 後來因為 種種原因 因為種種原因 所以說 現在還沒有發車 現在還在 車廠 應該還在高雄 這樣 當我們10月的時候 他預計可能就會上 到阿里山 那我們就可以實際把這些東西拿去測試 這樣子 可能就會 有一些比較好的消息 OK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有提到 隧道的問題 那後來有解決掉嗎 後來目前沒有解決 後來我們就想一想 因為我們這個案子 也不是12億的案子 我們案子也是拿一個稍少的錢 所以我覺得 沒有毫米級 0.0鐵處也是可以買單的 所以沒有解決 但是我們就是買一個比較 我們就用比較高檔的GPS 然後來處理這樣 所以他的精度其實沒有很準 但是 5公尺的這個 5公尺的這個速度 應該是可以 5公尺的 誤差應該是可以結束 因為 這個 這個阿里山小五這個 時數大概是 35到55公里 平均時數 所以等於說 一個小時走30公里 大概一分鐘走500公尺 所以如果是這個5公尺的精度大概在一秒鐘不到 的誤差 就是移動的一秒鐘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精度這個準度是他們 誤差是他們可以接受這樣子 OK那想問一下就是 RPI放在列車上 如何固定 會不會一直震動 然後導致掉下去 對這個問題 這個再由是我們在跟0.4 剛剛那個很慘的那個樣子的時候 那其實 他們就有幫我們固定鎖好在某處 雖然我還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他們有幫我們預留 位置是幫我們是固定在上面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不會晃動的 OK那測試方面 有測試過不同的那個蘇美派 4的那個Memory 像2GB 4GB 8GB的規格 在播放起來有沒有什麼區別 喔 這問題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講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 OMAX Player 所以他如果是播到4K影片的話 對他來說是用GPU 所以不管是用 4G、2G、8G 其實都一樣 甚至你用Pi3 Pi2其實都是會有一樣效能 這樣子 都是一樣 不會有什麼延遲上 延遲上不會有延遲 那如果你選擇 VLC的話 他可能就是 你要重新編譯才行 重新編譯才有支援GPU 那可能產業速度才會比較順 不然如果說現在這個專案 我們用2G的專案 使用2G的硬體 聽他好奇就是 定位的部分有沒有考慮用Beacon 來做一個定位的動作 定位喔 因為Beacon他可能沒有辦法 距離不一定 因為他有點速度 距離可能 有點問題 因為用 剛剛順便 少了一個demo 因為我們做的功能是這樣子的 就是 我們可以我們希望做到一個功能是 就這個畫面這個畫面這樣這個其實這個這個這個路線啊是可以讓這個 使用者自己去 去決定說我現在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 就他可以去任意去定位 比如說因為其實這個我們現在心裡想像因為我跟你講 就知道現在規格還沒有很確定對不對 我們現在談規格所以 我們預先想要爆戰形容作 比如說我們現在從 比如說嘉義站到本人站到 比如說鹿馬場 站到快要站的時候他可能近站 或離站的時候 他可能會去播放 可能去播放個影片 這是原來想想的 但是他們也有 他們可能也突發起來 我現在在這個三道 轉彎部分 就開始播影片 對 他可能這邊正在什麼那樣 開櫻花 那邊有杜鵬 有什麼鳥在叫什麼東西的 那你是不是 他們可能有一些影片要放 那你是不是要有個介面 讓他們很容易的去 這個去加上這些他坐標 所以我們需要就是 我們會有個介面 讓他們提供 他們說 現在移動這個地方 你就把這個坐標加進去 那等到下一次你在開的時候 他就會播放 那如果用Beacon的話 變成你要去 隨地丟 這邊要 播放 這邊要播放 因為他可能在山的 不知道某處 鐵軌不知道某處 但是你用GPS的話就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OK 那最後一個問題 資料庫是什麼走更新的 是走無線網路嗎 資料庫更新 對 就我們會 我們還是會 透過Snap方式 去做更新 就整體打包 反正應該是有手車 去更新之後 在可能 每次發車前 他會先做更新 更新完之後 他才會 這個系統會重啟 之後就會 更新 而且我們會把這個更新的方式 做在那個 因為其實SD卡不是很問題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SD卡 我們會把這個系統 裝在這個 資料部分會放在USB上面 那 對於這個整個火車來說 反正 這個 我們會讓這個整個系統 做成圍堵的狀態 然後資料是存在這個USB 所以說當你如果啟動的時候 你系統啟動 這不會有問題 因為做成圍堵 系統你斷電 在商店 你 因為系統圍堵的話 他不會 系統不會crash 那但是資料是在USB上面 所以說 你 等到系統起來之後 我們把USB 把它mank起來之後 資料庫再堵進去 所以說資料的話都更新完之後 就會 最後存到USB上面 這樣我們會做這種機制 OK 那 不好意思 好像還有三個問題 那這邊我要先切掉時間 因為就是 我們旁邊有另外活動即將開始 那 我們就先謝謝Sosori 今天大家分享 好謝謝 對 那剛剛那三個問題的話 就是 想要問 問題的人可以來前面 就是跟我們講的做互動 那就是等一下5點20分 還有4分鐘 就是我們的R0會有個Lighting Talk Show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那邊參與 謝謝各位 謝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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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